今天坐车回单位又遇到这么一位旅客,他在检票口十分激动,地对检票员怒吼,现在车还在站台,明明还有几分钟才开车,我跑过去一定可以赶上,你们铁路为啥,要提前停止检票,简直是霸王条款。 之后完全不听检票员解释,甚至还想强行冲冠的节奏,由于之前也遇到过不少类似的问题,所以今天忍不住和大家聊聊,其实提前停止检票真不是铁路部门的霸王条款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开始先来说说大家不适合了解的方面,高铁列车普快相同,发车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,首先是要列车上的到站旅客下车完毕,上车的旅客进入车厢,列车车门关闭后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然后是要列车的行李包裹或者货物等都已完成装歇作业,最后是要列车的列写作业完毕,确认符合列车开行标准时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当上面说的这三个条件都完成时,车站就会只是列车准备发车,大家想想,如果这时候还有乘客跑过来扒门,车上工作人员是开还是不开呢? 动车是统一控制,答案是肯定的,不开。这个时候的列车处于随时启动状态,如果还进行上下车作业,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所以,为了列车能准点出发,一般情况下,都会提前关闭车门,为启动做各项准备工作,大家不要小瞧不愿等你的这几分钟甚至一两分钟,除了考虑到你自身的人身安全外,它还有可能会影响整条线路的正常运营,带来的后果是你无法想象的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温馨提示,根据检票口距离站台情况,机车站大小,人流量多少,规模大的火车站都是提前20分钟左右检票,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,开车前1到2分钟会关闭车门。 希望大家不要踩点进站,至少预留半小时进站后车,以免耽误行程,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对铁路工作多多理解与支持。 铁路部门出台规定是从全局考虑,安全出发,工作人员也只是按规章办事。 图文编辑,铁路新世界投稿私信更多精彩铁路内容请关注铁路新世界,图片来自东方IC。